各位小財神 今天果的都還好嗎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這個優惠快報喔 是台新阿狗狗卡的 新卡開箱 哇大家是不是覺得 很期待喔7月 7月初的時候台新 他們有更新自己的阿狗狗卡 有一個MIT卡面 到底它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等一下就開箱給大家看好不好 東西已經來了好期待喔 好我們直接往下看 台新阿狗狗卡的新卡 開箱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會有幾個重點整理喔 第一個是新卡開箱 那第二個的話呢是跟大家 再複習一下阿狗狗卡的下半年的 權益提醒 所以之前沒有看過影片 介紹或者是不太知道這檔 卡片有什麼優惠的朋友 也請你要特別關注喔 這個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不能夠只是因為卡片可愛而申請 你要就是稍微就是注意一下 那卡片到底要怎麼用 才能夠最大化自己利益 那最後就是最好玩的喔 Richard家族點點名 寶可夢呢是全台灣擁有最多信用卡的男人 當然我們這邊一定也有 那個Richard系列的所有產品的信用卡 想要看到最新最完整最棒的卡面 鎖定我們的頻道 絕對不會讓你失望的好不好 好我們往下看 那第一個的話呢就是我們阿狗狗卡的 新卡開箱 OK那我們就來進入我們今天最棒的 正題的就是直接開箱 給大家看好不好 那信用卡的信封開箱 當然就是要用剪刀啦 所以就是直接用剪刀 好剪給你看 OK來我們把它抽出來 噔噔有沒有 好這我已經有先把它稍微遮一下喔 那你如果是已經申請的話 你拿到的卡片會是長這樣子有沒有 你把這個攤開之後呢你會發現 嗯它是一個這所謂的 呃開卡函 然後這個開卡裡面呢它就有這個 呃銀行跟你講的 欸恭喜你成為我們台信信用卡的會員 那麼你這邊就會有一張你的阿狗狗卡 在這裡那再來的話呢 OK 背面的部分 它就是欸這個 台信的APP 盡快下載 相關的卡得利APP啊 然後信用卡帶繳生活費 或者是開車組的好朋友 這邊都有相關的東西 除此之外呢你會看到一個很可愛的 噔噔噔 他們有做這個周邊的貼紙喔 Richard貼紙 這個很適合小朋友使用 像我的小侄女 泱泱他自己本身就很喜歡這種小東西 我會把這個送他然後他就可以拿貼啊 好貼在牆壁 或者是貼在自己的那個剪貼布裡面 應該很好玩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卡片的部分喔 有沒有看到 嗚 還不錯 那他說是這個所謂的夜光版的啦 所以他就必須要再把燈全部關掉的情況之下 他這個台灣是會發光的齁 那因為我們在直播要開得很亮齁 所以沒有辦法幫大家做一個夜光版的這個測試 但是我會在晚上的時候可能再拍個幾張照片 然後再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好 所以這個卡片的正面是長這樣子 那背面的部分我也把它稍微貼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好了 因為他的背面其實也做得 欸還不錯 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他這張卡片是iCache的版本 也就是說 你自己本身如果是已經持有iCache的朋友呢 你可能就沒辦的話就不是這張卡片 那麼你要怎麼持有呢 如果你是救護的話 也請你要就是先停卡 把你所有的iCache卡都停掉之後 再加班iCache卡的功能 你就可以拿到這一張了 那如果你現在心動的話也就趕快上車吧 因為限量一萬張卡片齁 照理說應該是會馬上就被他就是 呃搶購一空 但顯然沒有 已經過了一個禮拜 但台灣的信用卡市場 好像還是對這張卡片溫溫熱熱的 沒有到非常的火爆喔 所以如果你想要的話 的確是現在是個上車的好時機 因為他根本就發不完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繼續往下看 就是這個 下半年的權益提醒 這個卡片好歸好棒歸棒 但是他到底有沒有什麼優點呢 我們直接跟大家簡單做個複習好嗎 那沒看過的人呢 就直接當作是新的 我們這個學習好了 第一個話就是說 他在7月1號下半年開始呢 他的優惠整個權益升級 原本只有最高3.5% 那現在提升到6% 好 所以你在網購的部分 或者是四大行動支付 都有6%的回饋喔 好 包括接口 LinePay 拍錢包跟卡得利錢包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 呃 三大網購 蝦皮 MOMO PC Home 週六消費的時候都有 那我也推薦大家就是 因為MOMO跟PC Home 可以用這個 所謂的LinePay支付嘛 所以你可以在 呃 禮拜一到禮拜天 其實你在MOMO跟PC Home 只要綁定這個 阿狗狗卡 那麼你任何一個時間做消費 其實都是符合上面這個 四大綁定行動支付 就符合規則了 唯一就是蝦皮不行 好蝦皮的部分你要高回饋 就是只能夠在禮拜六買 好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如果是下面這個3%的話 就是數位生活 好百大通路 好這個都是有他們自己指定的通路的部分 好那也有些網友在講說 欸去年就是上半年的以前的這個 通路不是比較多嗎 那下半年怎麼變得這麼少 然後像Apple的分歧也是都沒有算在內 就是非常的可惜就只剩1%啦 好就變成所謂的一般消費最高1% 好與其這樣的話你可能就是選大戶了 好因為大戶有2%嘛 好所以這部分就是大家要自己去確認一下 你刷卡時候是不是在他的指定通路裡面 在他的指定數位通路裡面 才是可以拿到3%的這樣子 好所以這是這張卡的基本的權益跟大家提醒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 比較詳細的部分 好比如說這邊寫的回饋6%包含的有哪些呢 好算給你看基本0.5%無上限 那麼指定帳戶扣角有0.5% 所以加起來就是1% 也就是說隨便刷無腦刷大概就是可以拿到1%左右 但是他還是有一個上限的限制 比如說綁定Richard帳戶自動扣角0.5% 再加上數位加碼2% 這個上限不是2.5% 這個總回饋率2.5%的部分每一期的上限只有500%而已 那他第三點的部分有一個這個所謂的網購的這個支付加碼3%的部分 是每一季上限為300% 所以他這是從7月27號往後起算的帳單結帳日才會符合這個資格 所以你現在7月中開始在刷的話就不符合 因為他是上半年的權益 好所以大家還是要去特別去注意一下官網的這個細則 他上面都有寫的很清楚 就是下半年的權益其實是7月底以後才會開炮 然後走到明年的1月這樣子 好所以這張卡片他其實我覺得他還是蠻不錯的 因為至少你綁在街口網來配上面都是可以拿到6%的回饋 那500的每一季上限往回推就是每一季刷到16666元就會封頂了 所以你平均大概一個月刷5000左右 那麼連續半年都可以拿到最高6% 我覺得這算是一個比較好記的一個模式 然後也提供大家參考 那這邊最後還是提醒大家 他其實也不是你們想像中的那麼好 因為他是改表前就是3.5%最高 但改表後之後呢他其實有做權益的縮水 最高其實應該算是3% 因為這個加碼如果明年沒有延續 他就是變成是3%的卡片了 那重點是他的這個數位2%我打灰色的原因很明顯 就是因為他的數位通路已經大幅縮減了 好所以你以前覺得OK都有回饋的 在下半年開始不見得有 所以這是他的一個陷阱 你一定要特別去注意 那以前綁定是有來到1% 但現在都縮減為0.5%了 所以這就是10升反降 但事實上他就是一個降回饋的一個狀況 只是說他用了一個加碼3% 讓你的話這個整個回饋率來到6%這麼高 但事實上呢他還是有時間限制 跟一些這個所謂的通路限制的部分 你自己還是要去確認一下這樣子 好最後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Richard家族點點名 哇這應該是大家最喜歡的 那你可以在畫面上面就看到說 其實有一開始的白狗卡 綠狗卡 然後還有黑狗卡 跟Flygo 跟現在的MIT卡面 寶可夢全部都有了 好一定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畢竟我是全台灣有最多信用卡的男人 當然這些東西都一定要有啦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白狗卡就是4年前Richard推出來的時候 那麼你只要就是有開戶 你就可以拿到這張白狗卡 有沒有看到 真的是很可愛 那接下來的話 因為白狗卡是他的第一個產品 那之後呢 他接下來推銷的是這個阿狗狗卡 有沒有看到 這阿狗卡就是 如果你有這張卡片的朋友呢 你自己本身一定也是這個老屁股老司機的 好不好 因為這個是真的是只有第一時間 有去申請的人才有的 因為他後來這個就改版就沒了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喔 這個很可愛的卡片 那為什麼叫阿狗狗 因為當初他是找那個 陳漢典來代言 那時候就是跳那個阿狗狗舞 所以這個阿狗狗是這麼來的 因為後來有些粉絲在那邊糾正我說 你要念的是 at 狗狗 沒有人在念at狗狗好嗎 是阿狗狗 OK 好這個真的是 比較晚來的就不知道啦 好 那過沒幾年之後呢 其實他有針對這個所謂的白狗卡 做權益升級 然後就來到了就是 首次申辦 而且沒有財心卡的朋友呢 你可以就是拿到這個自動加值10%的回饋 好然後他就是每年都會更新 他好像玩了兩年吧 然後後來就取消了 今年就只剩下超商給5%這樣 就是全家這樣子 好所以他的權益其實也是年齡在縮減啦 只是說還是蠻可愛的 所以我是馬上立馬就辦下來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想要收藏 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非常的可愛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其實 他這個所謂的子狗卡 他後來就把他重新發行了兩張的黑狗卡 你可以看到說 他下面的這一張呢 他是屬於那種透明的 他那個 他那個狗 他是一個透明的形狀 然後在這個畫面上面 那他的這個連結其實是會發光的 如果你把他靠近這個NFC的感應功能 他這個連結會滴滴滴會亮 那 另外一張的話 這個是所謂的 iCache的功能 iCache卡的功能 其實跟我們這次的MIT卡 是功能是重疊的 所以 基本上的話 一個人只能夠有一張 這個阿狗狗卡 所以這張卡片 你一定要停掉之後才能夠 換新的MIT卡 所以這張卡片很明顯的 就變成是我自己的這個所謂的 保留卡 就是 留存收藏用的 所以一個就是 又有聯名卡 一個是這個iCache聯名卡 然後他們是有點不一樣 就是一個 一個狗是有線條 一個狗是這個透明的隱藏在裡面 這個都是 台新銀行有非常多的巧思在設計這個卡片 也是我個人很喜歡的 然後在前年 台新銀行有推出這個Flygo 他也在今年的權益有做更新 一般而言的話 其實這個卡片 應該是這樣翻過來就可以使用 但他還是反的 所以你這個卡片 你要這樣翻過來 你的資訊才會是正確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這個卡片在刷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要去注意一下那個方向 是不是正確 但是Flygo卡也是 一代的這所謂的 這個旅遊審卡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其實 整個也是大家都沒有人在用 尤其是他的回饋本來是只有2.8 但是他下半年的話 他也把權益提升為 就是所謂的6%審卡 跟我們的MIT卡 就是一起 是整套的 整套的 你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我們下面資訊欄的部分 我都有把最新的消息放上去 你可以去看一下說 寶可夢都有介紹 有興趣的話就是再看一下 那最後的話就是我們最新的這張MIT卡 MIT卡我真的也覺得 也是蠻可愛的耶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是熱愛這種金融商品的朋友 尤其是Richard的忠實粉絲 就是請你務必要把這張卡片 就是辦下來 就是拿來做收藏這樣子 我可能也不太刷 因為現在就綁在行動支付上面 所以其實收集卡片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是卡片控 所以你看 寶可夢該有的 都有了 是不是很棒呢 那種最有歷史的 這個所謂的Agogo也有 然後我們現在的這個Flygo 或者是我們最新的這個MIT卡面 全部都有了 提供給大家參考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分享的話 也歡迎你趕快來訂閱一下好嗎 小鈴鐺記得開起來 最新的優惠資訊才不會漏掉喔 那也非常歡迎你 就是趕快把這支影片按讚公開留言 分享給你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領略一下 Agogo還有Richard還有Flygo 這麼多可愛的小狗狗的卡片 到底有哪些令人覺得很棒的地方 他們一定會跟你一樣愛上這個產品的 好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